自baby怀孕以后 大家始终热气关注着我们baby的小运动 话说baby的肚子真是变化莫测 从第一个月这样子 到第二个月这样子 到第三个月这样子 然后咚 四五个月的运动终于再也藏不住 baby的肚子现在已经这么大了 准妈妈满脸笑容 真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 昏了昏了昏了 张雨琪真的结婚了 26日中午 张雨琪工作室发文宣布起劝 贝拉公主张雨琪小姐 已经找到了她的野兽王子 又爆料称 张雨琪的新婚丈夫是复旦大学博士 目前作用多家公司 财力雄厚 两个单身的人相识十天相恋 相识七十天结婚 这速度也是非常张雨琪 恭喜恭喜啦 经历了一段坎坷婚姻重新出发 现在终于在密的白马王子 所长还能说什么呢 真心祝福女神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 老干部霍建华自从跟了林心如 整个人似乎也觉醒了一颗少女心 今日霍建华参加综艺节目 在现场亲自为萌麻瓦砸头发 节目中身着西装的华哥虽然以光头亮相 但丝毫不影响自己打理头发的熟练度 现场为小萝莉扎头发 专注又认真的样子太撩人了 还有无名纸上戴着的婚戒 真是随时随地的赛逆购 十月十三日 密谣歌手宋冬野因涉毒被捕 即昨天宋冬野发文承诺以后 不再接触任何毒品后 今天宋冬野再次发表长文 他一次回应了一些 在网络上咒骂自己的网友 我妈一切都会好 你的妻子才是未安妇 不过长文发表不久后 宋冬野就删除了这条微博 据全明星探爆料 张雨琴与神秘男子在上海同居 并且相伴看房 新恋情被曝光 张雨琴干脆透过工作室 宣布结婚喜讯 贝拉公主张雨琴小姐 已经找到了她的野兽王子 两个单身的人相识十天相恋 相识七十天结婚 这是一段恰到好处的相遇 相信爱的人 欢迎之得到命运的眷顾 安州拉贝比近日在北京出席电影 百度人发布会 是她自宣布怀孕后 首次公开现身 有穿怀孕超过四个月的她 可以穿着一条松身裙遮度 手脚依然鲜血 不过原来她的肚子 已经明显隆起 兔兔贝比终于曝光 贝比穿着一条背心肠裙拍广告 大肚子她坐下时好小心 她的肚子已经明显隆起 同她以前的状态有很大差别 而现场的工作人员随时候命 贝比工作一结束 他们就上前搀扶 非常紧张